股价暴跌25%亿甲豪文怎么了 涉嫌20亿财务造假只为砸钱仰斯罗 挥金如土的足球生一场又爆出新丑闻 由于涉嫌财务造假 都领检察官办公室和意大利财政卫队 正在对亿甲豪文尤文图斯进行调查 受死影响 尤文图斯最新一个交易日股价 在伦敦市场一度大跌超25% 目前暴0.4314元 叠加疫情的影响 全球各大联赛以及不少俱乐部均受到较大影响 例如没有造学功能的中超联赛 以及各大俱乐部更是度日艰难 检方认为 尤文通过人为操纵 故意夸大转会价格 获取的资本力得共高达2.82亿欧元 在2008年 AC米兰被判无罪 因为在当时没有具体基准的情况下 无法量化职业球员转会的价值 不少意大利媒体认为 尤文造假的重要原因 是为了负担斯罗的科罗薪资 2018年7月 尤文图斯俱乐部宣布 与皇家马德里就斯罗转会达成一致 转会费1亿欧元 分两年支付 其他1200万欧元的各项涉款令计 上赛季欧冠联赛 尤文图斯被波尔图淘汰 斯罗的出走就成了定局 恒大足球的成功 使得中超联赛市场一度火爆 投资方在转会费 薪资 奖金上开始疯狂砸钱 背后投资方企业的知名度迅速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 中超俱乐部的举步维艰 与其背后投资方的背景亦闭切相关 中超不少球队的投资方 都有房地产商背景 而今年地产商普遍遭遇了 资金链紧张的压力 足球也就成了最先被抛弃的资产 感谢观看